我小小的天使 また2+,2+,2+, 很多連鎖反応 また2+,2+,2+, 3+,2+,2+, 來到第四天的早上 今早一早7點起床 已經看到富士山啊 這個景 我覺得這次是暫時 這個trip裡面最好的一間酒店 我自己是最滿意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富士山 這間比銀座住的更便宜 但銀座住的那間 它有窗的 但打開外面是不太想見到的 因為對面是旁邊的那棟樓 而且有時候會傳出一些燒肉味 我下次不會住那間 現在就打算帶大家參觀一次這個酒店 今天是它生日 這一層是cafe的一層 就是這個位了 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哇 紅葉的時候 這個就是這裡的大眾湯 看到的畫面 現在的時間是9點31分 剛才我們早上8點半 已經get ready之後 然後發現什麼都還沒開 探訪了一會 今天就正式出發去我最期待的Outlet 我給自己的目標就是 只是走兩個小時就離開的 雖然我也知道很大很大 我也上網看了很多片 但是我已經有清晰的目標了 譬如說我有些brand不太喜歡 我就不會去看的 然後就可以回新宿了 因為今天可能天氣不太好 會塞車一點 我們就預早一點回去 然後晚上就吃它很想吃的大阪燒 因為今天是它生日 和我很想吃的抹茶甜品 話說呢 因為我已經帶了兩雙襪過來 但是每次穿都穿 所以我打算用它昨天 給我們穿去大眾肉的襪 穿完之後 腳趾公會跟其他那些腳趾分開 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 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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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去旅行的作色真是好 每一早都好早起床 每一天都好早回去睡覺 我們昨天11點就睡了 富士山說作色好 他立刻打哭露 我們剛才已經得到一份OLED的地圖 我們現在就在Hillside 下面就有很多精品品牌 哦 我們現在就去吃東西 OLED裡面有很多東西吃的 今天的選擇權全部交給他 由屋中央 決定我的一天 Instagram control my life 屋中央 control my life 屋中央 control my life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節上節之餘 還要有Test Free 超級看的 對 裡面不可以拍片 所以就會在外面拍的 裡面我們就專心買東西 要 要 要 簡單 10萬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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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有多少錢 100萬塊錢 如果你很早來 他們10點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出來 然後就會播歌 然後就會歌功練習 你就可以打開門進去的 我們已經想出 上面運動的品牌呢 走回來這邊 其實這邊也是運動品牌 要再下去才是 Luxury Brand 我們向著富士山的方向出發 就如大家廚窗所見 他們是沒有什麼很classic的款式的 暫時看了三間 那些款式都真的不是很漂亮 所以不需要看很久 這間也可以看完 這間也可以看完 這個有點男性的感覺 金白的路和白 OK 我們來到Prada 剛才YSL 我覺得有個好像Airport套的 挺可愛的 它不是case 是一個袋子 可以勾在背包裡 好啦 剛才終於看完Prada 但都沒有買到東西 剛才看到一個袋子 防水的材質 本身我在銀座都已經看了一次 已經有些相片買的了 來到都看到它類似的款 但就不是新款 其實剛才試上新都OK的 只不過如果它是銀色就好一點 但它那個是金色的邊 它就說覺得銀色好看一點 所以最後就沒有買到 那還是想一下 但是那個價錢 在市區買就22萬日圓左右 但這裡就會是12萬日圓 我覺得漂亮的款都給Dokok買光了 所以就沒有東西買到 跟它行Outlet是很快看完的 因為進去就不漂亮 不漂亮 這個西瓜是什麼 那就是那就是 那就是那些衣服 在市區買的地方 就有原因 不賣了 所以在中間裡 都買得到漂亮的 對 那就是那些衣服 對 今天是失敗的 這幅眼鏡是我的名字 從西區這邊 就可以沿著這條路 走回東區 可以看Like 可以買物 13元 都買了三雙 好 我們現在從Like出來 只買了幾雙雙 本身看到的衣服都挺可愛的 但那些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尺寸 這個好吃 這個 有新加坡海南雞飯 我們決定吃咖喱 現在的food court是沒有人的 現在天氣都不錯 不如試試坐下 會不會下雨呢 但是坐下 我買了這個回來 我買了珍珠奶茶 樣子好像很伏 所以我叫了S 嘩 剛才吃吃吃 外面真的下雨了 所以我們就馬上撤退回來 果然浪漫這兩天都是有代價的 吃完飯來了這間 任何東西都沒有買到果然歐力的本體 一點都不漂亮 就算是名牌 不漂亮也不會買 是今天肉奶奶的名牌 我們去Adidas 買蜜蜜蜜 我又買了兩種蜜蜜 因為剛才那條蜜蜜 打算買了 顏色是挺漂亮的 但最後都打算 如果待會去新宿 又買其他衣服 好像沒位置放 我怕我的肌 運動的肌品牌 算了 沒有穿蜜蜜蜜 我們現在聽完OLED了 但是下雨了 太陽之轉失效了 我們要衝出去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主人公是我 我 起床了 我還沒起床了 我還沒起床了 我們現在還有去這個 貓貓喵 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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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很多招財貓 我剛才說過貓頭鷹 完成 原來這裡是可以拍車的 我們現在就迅速來到新宿那裡Check in 好好的 我們可以泊車在那裡15分鐘Check in 然後駕駛到環車 又是最後一間了 但是我相信這個美房理論是因為 美房通常是CORNOR位是會最美的 所以這間就是我們最後一晚的房間了 還有一間大床 很大的空間可以放衣服 有些衣服在這裡 有些廁所在這裡 挺乾淨 挺新的 我起初以為這間酒店會算舊 但也很新的 環車完成 因為今天是她生日 所以就由她發版 我今天幫她改了名字 因為我不是說錯她的名字 直接改成 Iko no miyaki 睡了30分鐘 都沒有東西吃 我們只吃了一個枝豆 其實好像都沒有正式吃過大玩笑 醬 我吃了一個混合版本 1180日 她的生日飯就是 來到最後一天了 很捨不得這裡了 今天就要跟這間房間說byebye 還有這個新宿的景 只是逗留了一晚而已 但我覺得這間酒店真的非常好 下次來我都會考慮住這間 因為它至少是連住地鐵站 而且附近真的有很多24天市 不會生日 例如有激安 居酒屋 那今天第一件事要做的事 就是要去一個 都是想去很久的地方 完全不是一個遊客點 一會去這裡再告訴你 是什麼 我們最後一個要去的地方 就是一個日劇的拍攝地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去年在她生日的時候唱 我小時候是這套劇的超級粉絲 我人生日劇的No.1神劇 應該就是GTO麻辣教師 她有一個位置 我記得她以前是等朋友的時候 是去了一個LOVE SCULTURE 就是有一個LOVE字的雕塑那裡等人的 我以前小時候一直都很想去那個地方 這次來的時候突然想起這件事 哎呀就是這裡了 回憶殺啊 我好期待這個地方來的 我剛才才說它不是一個觀光點 誰知道馬上有遊客來拍照 可能其實它也是出名的 不過不是最近出名的一個景點 原來名牌達人是無所不在的 除了有我香港的朋友之外 還有肉大人 買了個袋子 還有買了一對耳環 但是這裡是怎樣的 因為價格是合理的 高級的感覺 嗯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剛才買這個袋子的時候 那個銷子是跟我說 這個袋子新的只有最後一個 很開心啊 竟然被我在新宿遇到它 這些就是陳寶的樂趣 而且她覺得我很適合買一個這樣的袋子 這部份也是下次開新前才買一個 好 最後我們就來了搭NEX 在新宿這邊回到機場 因為看了這麼多方法之後 搭這個鐵應該是最直接的方法 不想換成的話 好像巴士也可以 不過好像有點麻煩 總之最後原來在這個站裡面 有部機器買那張票 然後就可以買到指定值 不用排隊 這次東京Vlog雖然我們真的有點混亂 可能沒有拍很多片 但希望大家都感受到 我們一起來東京的喜悅 祝她們快樂 我們在Facebook Instagram 和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在Facebook